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对不起 少主啊 这披风呢确实是我们郡主的 这啊可是我们郡主一针一线亲手绣的 她可是要送给 闭嘴 既然是郡主亲手缝的 那当然是送给我的了 谢谢啦 谁说我要送给你的 不是送给我的 那你要送给谁啊 我要 我是要送给那个 义父 我想想看啊 啊 我知道了 是要送给那个黎姬 呸 我要送给他 既不是义父 也不是黎姬 啊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那你说说 我要送给谁的 既然不是送给我 那也不是义父 也不是黎姬 那你一定是要送给那个 哈密葵 啊 我怎么可能送给哈密葵 我逢了半天 我刚才送给哈密葵啊 这就奇怪了 不是送给义父 不送给黎姬 那除了哈密葵还有谁呢 哎 你一定是要送给哈密葵的 我这就去告诉他 喂 你回来 我当然是要送给你的 我干嘛要送给哈密葵嘛 说了半天 原来是要送给我的 那谢谢啦 我现在 谁也不送了 不送了 不送了 不会吧 你缝得那么辛苦 刚才不是说要送给我 怎么这回又说不送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哎呀 少主 我们郡主啊还在请你刚才捉弄他呢 哎呀 少主 郡主生气了 这下看你怎么收场 嗯 我不是故意要捉弄你的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到郡主 想看看你 到底关不关心我 是不是心里想着我 你光想知道我心里有没有你 是不是想着你 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你 你怎么了 自从你打仗回来 我们好几天都没见了 你也不说来看看我 就连你的奶娘丘仪你也不看 你太过分了 郡主 这你可误会我了 我奉义父之命要扫平稀奇 所以 我就日夜不停地操练兵士 每天和兵士混在一块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歇息了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了 还怪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郡主 少主整天都在操练兵马呀 一直都没有歇息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房睡觉了 嗯 是的是的 郡主 我刚才呢 去找少主的时候 他还在跟那些士兵训话呢 不过他一听说是你要找他 他立马就赶过来见你了 对啊 对啊 真的 嗯 哼 那 我错怪你了 哎 你就会怪我 现在知道事情了吧 好 既然要送给我 那我就披上了 嗯 哎呦 又怎么了 嘿 我给你披上 嗯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少主跟郡主总算没事了 这真是太妙了 哎呀 你别拉我 干嘛 郡主啊 你是不是也帮我做一件披风啊 我为什么要帮你做披风啊 你这么胖 不 这郡主都帮少主做了 你不应该也帮我做披风吗 哎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人家少主和郡主可是相爱的 他们啊 很快就要成为夫妻了 喂 不许胡说 哎 珍珠这次绝对没有胡说 因为义父已经答应了 啊 真的啊 嗯 义父说 只要我扫平稀奇 就答应让我们两个立刻成亲 真的 嗯 恭喜少主 恭喜郡主 奴婢要讨赏啊 喂呀 喂呀 嗯 给你一招 给你一招 八字还没一撇呢 去去去 哎 不过少主啊 郡主说得也没错 这口说无凭呢 你有没有什么信物给我们郡主啊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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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块玉佩送给你 这是你的传家之宝 怎么送给我呢 就是因为是我的传家之宝 才更应该送给你 你送我披风 我就应该还你玉佩 但是 龙哥 这个玉佩 你可是从小一直待在身上的 是 我记得小时候 你看到这个玉佩的时候 你说你很喜欢 要我送给你 当时我就说 玉佩送给你可以 不过将来 你一定要当我的娘子 那时候你告诉我 我说 谁稀罕当你的娘子 不给算了 那现在你收了我的玉佩 你是不是愿意 嫁给我当我的娘子呢 芙蓉 答应我 嫁给我好吗 我愿意 当然愿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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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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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西齐生产白果 小的冒了生命危险 才给夫人弄了一些白果 小的将它根 梨子 药草 熬成了一锅美容养颜汤 献给夫人 可是夫人 您把它全给撒了 好了 知道你是好心 给你继工 起来吧 谢夫人 夫人 您是因为何事而烦恼啊 说给小的听听 小的以后给您出出主意啊 这件事情 说起来真是气死人了 谁敢惹咱们夫人生气啊 莫非是狼主 当然是他 你不知道 这个老糊涂 他是想要把王位传给姬龙 要将王位传给姬龙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去问他呀 狼主有心 又把王位传给少主 那我就应该好好巴结少主才行啊 这将来 书 你过去 夫人 夫人轻点啊 想什么呢 夫人 我什么都没想 夫人 您快点松手吧 夫人 哈密奎 我可警告你啊 别跟我玩什么虚的阴谋诡计 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的 夫人息怒啊 夫人息怒啊 小的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呐 夫人 小的发誓 如果小的敢背叛您 就让小干 天挡雷拼 死无全尸 任人进他 好了 算你还识相 起来吧 谢夫人 哈密奎 在 你别忘了 是你告诉我 鸡龙长大 越来越像一个人 是啊 夫人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 起初我并没有在意 可是自从你说了以后 我就细细观察 确实越来越像他 所以 所以怎么样 所以郎主要把王位传给鸡龙 我这心里还真的不踏实 当然会不踏实啊 夫人 夫人 您想 如果这个鸡龙真的是他的亲人 那对夫人您 是大大的不利呀 既然如此 那你还不快想想办法 想想看 怎么样大王才不把王位传给鸡龙 哦 好 好 好 想 想 想 有了 这么快就有主意了 有了 夫人 听说郎主要将郡主 嫁给鸡龙 这我当然知道 而且郡主对他有说有笑 两人情投意合 结为夫妻也是早晚的事 哎呀 就是这样 所以夫人 咱们必须阻止 郡主嫁给鸡龙 阻止郡主嫁给鸡龙 对 不但是阻止 而且咱们还必须要把 鸡龙的身世给挖出来 如果鸡龙真的是他的后代 那咱们到时候就得 斩草除根 免得日后 春风吹又生 高明 夫人高明啊 阿米奎 在 为了本夫人的将来 这件事 你可得费心了 属下遵命 什么 这鸡龙 居然长得跟鸡昌相似 是啊 我跟龚豹 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很眼熟 不知道在哪儿见过 后来龚豹说 他跟鸡昌有几分相似 而且 都姓鸡 都姓鸡 可是 他不是黑鸵狼主的儿子吗 他是狼主的义子 这么说 这鸡龙真的有可能跟鸡昌有关 公报也是这么说的 大王曾经说 狼主要灭了平城 而且 鸡昌的哥哥全家都被杀光了 所以鸡昌特别想报仇 是被大王阻止下 才把平城送给了狼主 所以狼主对大王是感恩在心 不错 大王确实这么说过 只不过 这狼主没有理由 去赡养鸡昌的子孙后代啊 这鸡龙姓鸡 确实挺蹊跷的 姐姐 如果 他真是鸡昌的亲人 那可就糟了 嗯 你想 当初江子牙的阵法 就是被鸡龙所破 这么说来 这个人的武功 可是相当厉害 万一他真和西齐 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昌哥 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公报你 公报还留在黑图 那个狼姬好像对公报有意思 而且那个狼姬对鸡龙有敌意 所以公报留下来看看 能不能利用狼姬 找出鸡龙的身世 那个女人 对公报有意思 那个不行 我现在去找她 回来 干什么去 姐姐 那个女人 要公引公报 我当然是要灭了她了 不这么冲动行吗 难道你不知道 那黎姬的笑里藏刀很厉害 你又不是人家的对手 如果这么妄人擒去 岂不是回头土领 再说了 这黑图部落正在联合我们攻打西齐 你要是真的把人家给杀了 黑图转过脸来对付我们昭哥 你让我怎么跟大王交代 可是姐姐她对公报 难道你还信不过公报 二姐 你既然这么爱公报 你要相信她呀 再说 公报也说过 她只是想要利用那个女人 找出鸡龙的身世 你放心 她心里只有你的 不会被那个女人勾引走的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现在 你还要冲动去杀人吗 姐姐 大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啊 姐姐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协助公报 你们先别着急 这也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况且 玉沁刚刚不是说了 这黑图的黎姬 对着鸡龙好像也有敌意 如果 这鸡龙真的与西齐有关 那黎姬他们肯定容不下他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好了 嗯 对了 玉沁 既然公报已经去查鸡龙的身世 那你就去协助公报 有什么消息 立马回来通知我 好的 大姐 什么 是说 二公子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不错 当我爹 听到鸡龙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爹当时说 跟我叔父孩子的名字一模一样 当时也吓了我一跳 这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阿公子 也许无巧不成书 他就是你的堂兄呢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我爹说 我堂兄是在厨房被发现的 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的地方 看来这事 我得好好地把他查个水落石处才行 嗯 是啊 如果说鸡龙和侯爷 二公子真的是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认祖归宗 话是没错 可是 我们该怎么查呢 这 嗯 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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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兔青孙 我之前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丞下 我头听到一个消息 那个鸡龙并不是顽木端的孩子 啊 啊 什么 并不是顽木端的孩子 不错 听说是顽木端捡来的孤儿 啊 捡来的 丞下 那这么说 他真的有可能就是我的堂兄 什么 二公子 你是说那鸡龙是你叔父的儿子 哎 我觉得他真的和你有点像 哎 要是他是孤儿的话 这件事 很有可能就是真的了 而且 我听侯爷也说 小孩都会惨死在他们手中 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这个鸡龙的名字 跟二公子的堂兄 居然也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他的长相 跟侯爷也太相似了吧 所以 那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要不然的话 那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对啊 嗯 师叔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查吧 交给你去查 哪吒 你不是跟他们打过照面了吗 你怎么能混进去 你怎么能去查呢 哎 那我们大家都跟他们打过照面了 那到底应该谁去查呀 师父我也去 可是师父啊 就像您说的 我们大家都跟他们打过照面 嗯 这得找个生命空 是啊 那 丞相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没跟他们打过照面 让我去吧 不行 小丁萱 要查这件事情 必须深入敌营 你的个性暴躁 会坏事 可是 我想这事一定有办法的 只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侯爷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要不然 我们在这里商量 也都是白商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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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夫人 免礼 来 君 哟 好漂亮的羽佩呀 能否借我看看呢 你怎么来了 珍珠 嗯 怎么不禀报我一声啊 奴婢刚想禀报郡主 说夫人她来了 可是夫人不让我说 不错 是我不让她禀报的 郡主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禀报来禀报去呀 而且 我看郡主呆呆地望着这块玉佩出神 所以 呱 你不会是专门 来看我的玉佩的吧 是啊 我是来告诉郡主 郡主要传王位给姬龙 啊 啊 父王 要传王位给龙哥 你觉得如何呀 可是父王 当政好好的 他为什么要传位给龙哥啊 啊 我知道了 父王一定是要龙哥 消灭西齐之后 再把王位传给他 嗯 不管会不会消灭西齐 我只想问郡主 把王位传给姬龙 你觉得好吗 有什么不好吗 当然不好 郡主 别忘了 姬龙并不是你君父的亲生儿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姬龙是捡来的 他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并非我们黑屠人 再说 在说什么 我看姬龙 越长越像一个人 什么人 你的仇人 老爷 夫人 对不起啊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一切都是秋娘不好 秋娘对不起你们啊 老爷 夫人 秋娘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啊 老爷 夫人 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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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儿 奶娘 你回来了 嗯 秋姨 少主来看您了 是啊奶娘 您可好啊 嗯 嗯 奶娘 您刚才哭过啊 没有 我哪有啊 您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呢 傻孩子 奶娘年纪大了 这眼睛一见到风就会落泪的 没事 不用担心啊 嗯 龙儿 陪奶娘坐一会儿 好啊 奶奶有话跟你说 好啊 我可以帮你做你做的吗 你我也能做的 赌神啊 你和我们的侧命都会落泪了 江子牙法术如何的高超 可是一样被我打败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手中有一对龙蚊枪 正是他们道家法术的克星 所以我双枪一出 他们法术完全没办法施展 我相信西齐很快就会被我们灭了 干什么呢 夫人 原来是您吓死我了 怎么了 做了亏心事了 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那我可不敢 不过啊 夫人 见你不说话 夫人 小弟有钥匙禀报啊 什么事 说 什么 郎主真的要这么做 如果一直让基隆这么立功下去 等灭了西齐之后 恐怕郎主真的要把黑徒的王位传给他了 是啊 夫人 所以你得赶快想办法 而且我听说 郎主不止一次提过 要把郡主嫁给他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将来我可就麻烦了 韩米奎 在 我让你去查基隆的身份 你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夫人 您别担心 属下刚才跟您说过了 我打算从奶娘下手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快去 诺 走 你已经在这里偷听半天了 也该出来了吧 好 既然你不出来 那我就只好请你出来了 臭婆娘 没想到你的刀这么厉害 居然能扎进土里 我当是谁呢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只猴崽子 我告诉你 何止是土里 即便是在水里 火里 我照样能把你挖出来 我不跟你玩 我走了 想走 臭婆娘 记住 那你还记住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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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开 放开我 放开 走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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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夫人啊 这个奸细 是你抓回来的 那本君 可要给你立场一大功啊 谢谢郎主 郎主 郎主 这只猴崽子曾经和咱们交过手 如今它又出现在咱们平城境内 看来这江子崖他们应该有所行动呢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爷我习不改名做不改姓 我叫土行孙 什么 土行孙 你到我这儿来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查探军情了 你猪啊 这么笨还当狼主 呸 大胆 你居然敢骂我们的狼主 是猪 我骂他怎么了 反正我今天是逃不了了 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好啊 既然如此 那就由不得你了 来人 来人 在 在 拉下去 给我杀 诺 走 走 走 嗯 果实 师公报 郎主李济夫人 此人杀不可 嗯 此人是西齐的一员大将 如果让江子崖知道他被抓 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 西齐 只要没有了江子崖 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攻下西齐 郎主 李济夫人 你们觉得如何呀 这 郎主 嗯 我看国师说的有道理呀 这夫人也这样认为 是啊 郎主 郎主 如今 少主不是要出兵攻打西齐吗 嗯 郎主可否记得 江子崖曾经摆下的那个阵 这个土行孙 也有参与 不错 他们那个阵法如此之厉害 我看 正好 咱们可以逼问这个猴崽子 让他把这个阵法的内容 都一一说出来 到时候 就算他们把这阵法练得再怎么纯熟 咱们也不用怕了 对呀 这真是个好主意呀 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 我说 夫人 你呀 真够高明的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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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郎主 我告诉你们 别做梦了 就算把我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我们不会打死你 不过 我也不怕你不说 因为我有很多刑罚 到时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二公子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 二公子 丞相 听话 怎么了 那个平成的激龙又来叫阵了 还指名道歉地说 要回要出去送死 什么 这个激龙真是太过分了 丞相 绝由我前去应战吧 不 丞相 敌人武功高强又有神兵利器 我的银尖宝脊可以抵挡 还是让我去吧 这样吧 我想还是由我前去 丞相 可是那个激龙指名道姓 让我爹出战 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怕他会笑我们几家无人 我看还是由我前去 何况我的天罡三十六是 未必输他 二公子 你还是应该留在大帐里 运筹帷幄 何必亲自出手呢 再说 未毁三十六遍 还是我去最好 杨将军 还是由我去吧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必再争了 我对这个激龙 充满了好奇心 但是如今侯爷 还是坐在书房里头 是 我担心我爹的身体 所以我让我娘 还有小弟 一直留在他身边照顾他 等我爹 心情好一点了 再问问看 不好了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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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小殿权 什么事情不好了 有探子跟我说 土行孙被抓走了 什么 土行孙被抓走了 那丞相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这 丞相 现在 土行孙被抓 那姬龙又在叫战 还是让我 坚持迎战吧 请丞相赶紧想办法 救土行孙 主人 我帮你 不 你留下来帮丞相 这样吧 二公子 还有萧天权 你们留在府里 好好地照顾侯爷 还有夫人他们的安全 天花 在 你去通知李将军 小公子还有哪吒 好好地将军队 重新整队一下 这一次 我们的敌人 来头可不小 鸡龙 今日我来与你一战 鸡昌那老头不敢来 确实要你来 白白送死吗 话不要说得太大 我杨简也费范范之位 不信 你一事便知 好 既然鸡昌不敢来 那我就来一个抓一个 来两个抓一双 等我把西齐所有的人 都抓了起来 看鸡昌那老头 怕出不出来 好 看周 你最好把你们阵法的奥妙 说出来 否则你这鞭子 可是不讲情面的哟 我都已经说了 你们要杀要管随便你们 我是不会说的 好 你还真是死鸭子祖硬啊 看来 我不给你动点真格的 你以为我是在吓唬你的是吧 你把皮给我绷紧点 我看你能成到什么时候 你好 你怎么撤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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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啦 怎么样 说不说 呸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我杀了 我也不会说的 这点伤小于我受得了 好 你敬酒不吃 去罚酒 我 我 跟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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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金龙 我听说你并非黑土人 你只是 那黑土狼主的义子 不错 我从小就是孤儿 是狼主他收留我的 那又怎样 那你可知道 你自己的身世 听你这么说 好像你知道我的身世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世 不过我听说 你的身世与那稀奇的姬侯爷 有很大的关系 你笑什么 我笑你在撒谎 你太幼稚了 你还想挑拨离箭吗 你可知道 我从小就被狼主他给收留了 待我如亲生儿子一般 他不但要将他亲生的女儿嫁给我 而且将来 还要把黑土的王位传给我 像你们这种下三难的骗术 我听多了 你要是没本事的话 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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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想不到杨姐的第三只眼居然这么厉害 不过他已经受伤了 我倒要看看稀奇还有什么能人 土星苏 我来救你了 真香 我是果然说的没错呀 留下一个就能引来第二个 堂堂的稀奇丞相江子牙果然被我们给引来了 既然知道我要来 为什么还不放人 江子牙 别再做梦了 既然你送上门了 我们怎么可能放他走呢 对 现在我就把你拿下 相信我拿下你江子牙 你们稀奇就会全部投降的 来 开走 作曲 李琦琦 李星鞭 翻新碟點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洋柳花绪漫天 红浮绿迹 刻下两段沉眠 回望天使辗转相连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天边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爱恋活般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有你的名前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天边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爱恋活般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有你的名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